在韩玉的朋友圈 众多的朋友里 谁和韩玉的关系最好呢 也许有人说 韩玉和柳宗元并称 韩柳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吧 我告诉大家 这不是正确的答案 韩玉最好的朋友 是跟他相差17岁的孟娇 也就是做水眼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的孟娇 孟娇比韩玉年长17岁 今天看是两代人了 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真元八年 孟娇 韩玉同在长安 应靖世事 这一年他们开始有篇章往来 也就是说 韩玉和孟娇最早是考友啊 这一年是韩玉第四次考靖世 他成功了 而孟娇遗憾地失败了 而韩玉呢 则专门做了一首诗 《长安交友者赠孟娇》 来安慰这位年长的朋友 我想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出 韩玉是患难之交了 在孟娇困顿的时候 《长安交友者赠孟娇》的开头说 《西年英读》 《李白杜甫诗》 《长恨二人不相从》 《吴与东野生病逝》 《如何赴孽二子宗》 韩玉是把他和孟娇的关系 比作李白和杜甫的呀 最后几句写的就更好吧 可以看出韩玉对孟娇 是何等的倾倒 两个人的关系 是如同余博雅 中子漆 那样的知音知己 真元十六年 韩玉写了一封信给孟娇 韩玉说 您看 两个人虽然不在一起 但也真的是心心相应啊 韩玉是才高八斗的 也是很骄傲的人 孟娇凭什么打动韩玉 让韩玉清新 您想过没有 我认为答案是 人品加才华 韩玉说孟娇 孟娇 孟娇江海事 古貌又古新 又说他 才高气高 行古道 也就是说 孟娇的相貌是忠厚的 人品是醇厚的 行为是端方的 才华又极高 这样的人正是韩玉理想中的人物啊 他如何不青睐有加呢 从韩玉和孟娇的友谊 我们也看出了古人的交友之道 孟子说 一者三有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韩玉和孟娇 就属于典型的 一者三有 两个人都是耿直的 都是有信用的 都是见闻广博的 因此 才能互相砥砺 互相援助 互相劝慰 孟娇写给韩玉的诗说 何以宝尖真 赠君 轻松色 两个人的友谊 真的就如同松板 长青 万骨 长存了 人生知己 最难相遇 我想 一个人一辈子 如果能有一个像孟娇这样 古貌古心 才华横溢的老大哥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呢